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你看 这几个好啊 你看这几个还这么大呢 你看看 好白啊 对啊 你看这个 好漂亮啊 这个萝卜还算能大一点的 但是不是时候 像刚才咱们看到边上那个算是比较好的 秋收的季节 看到自己辛苦摘种的农作 个个头好壮壮 黑龙江省的农户们好开心 大陆东北地处四季分明的寒温带 因为植被丰盛 冬季寒冷 大量枯枝落叶难以腐化分解 历经千百年形成厚厚的腐质质 土壤颜色变得很深 成了肥沃的黑土层 黑龙江一寸是中国大陆蓝莓的主要产区 因为这里连平均温度一度 加上特有的黑土 因此有机质相当高 种出来的蓝莓又大壳又甜 蓝莓长在冰内 冰内就是蓝莓下土层 一米以下就是冰 才能产蓝莓 管它酸的甜 我要嘴里长了 黑龙江一村和美国缅英州 加拿大魁北克 同属北纬47度 为世界三大野生蓝莓产区 每年8月中是采摘季 产地一村的价格比南方便宜42% 好一点 清一色都那么大 挑出那个是35 不好的 二等的 25 这个价格还可以接受 因为它的营养价值在这放着 无有所知 价格不贵 在上海能达到60亿斤 它这边因为什么采摘非常费实 果长得一样 像是营兜好摘 营兜好吃 树难摘 就是很难摘这营兜 它就和营兜一样 一个一个粒摘 一斤 费一斤 费很多时间 这是野生蓝莓果干 四十一罐 一罐半斤的 还有蓝莓糖 野生蓝莓比种植的个头小 偏酸 糖分低 三四十年前 一村人随手摘 随手吃 把它当零食 吃起来酸 非常的酸 然后就加上去些白糖 没想到这个东北特有黑土孕育出来的高经济作物 不敌城市建设 农民开荒店 又开越多 就把整个蓝莓的沟糖都给破坏了 这是我们一村特色的蓝莓果汁 欢迎大家品尝 蓝莓饮料 在一村市餐厅随处可见 还有蓝莓酱山药 蓝莓是一种不易保存的天然野生浆果 它一旦落地就会开始腐烂 因此你得要在它落地之前赶紧采灾 而且还得在三天之内 要么发酵酿酒 要不然的话就要进入冷冻库准备做饮料 工人把一箱一箱的蓝莓 从零下28度的冷冻库里搬到搅拌机内 8月采摘完后 蓝莓果汁生产线就没停过 因为9月到11月 南方天气还很热 为了增加口感 老板还费力把一勺蓝莓塞进每瓶饮料里 现在的人们都讲究营养 讲究健康 人们一看那油果粒 就像眼尖为食这种感觉 蓝莓不耐高温 4到6度的地下水清澈冰凉 一村人用来酿蓝莓酒 因为咱们采用的是现代的低温生物发酵技术 因为正常咱们的酒发酵是在25度左右 每天蓝莓酒厂的员工得把这53个三层楼高的发酵槽寻好几遍 把温度控制在10度以下 酵好的蓝莓酒呈现宝石红的颜色 一瓶台币8000 在东北买得不太好 因为太贵了 业者只好销往南方 为了让卖相更佳 还花了台币1100万 请曾经帮五粮业建南村卢州老教设计外观的 大陆知名艺术家许辽元操刀 走年轻时尚优雅风 酒窖内56度的蓝莓白兰蒂园酒香浓醇厚 在储藏50万瓶红白酒的酒窖里 有种酒不醉人 人自醉的feel 这个是没有根的 它是锻上的最好的秋木耳 秋木耳一斤台币600 泡开后像个小碗最上等 跟一般又大又肥又厚的春木耳不一样 别小看这些种植的农户们 一年靠木耳收入能达到200万台币 购养活一家子 蓝莓 木耳 猴头菇成了一春三大特产 大小新安岭富饶的黑土养活了东北三省1.2亿人 大陆国务院还在那设了好几个大型粮库 一方面调节物价 一方面战备除粮 加上木耳和蓝莓加工品的产值上看175亿台币 充满生命力的土地 让当地的居民对未来充满信心 TVB新闻李黄龙 陈向如 黑龙江报道 有趣的是黑龙江培养和牛 而且是远从纽西兰移民到黑龙江的奇奇哈尔 完成这项壮举的是台商 它砸下了超过20亿台币打造顶级畜牧场 这和牛可教贵了 要按摩 要听音乐 冬天还得吹暖气 但是牛肉价格却可以翻30倍 专攻高端课程 你看过会跳舞的牛吗 来来来 超大电动按摩刷伺候 牛大爷们边按摩边随着音乐 摇头摆臀 模样超搞笑 不过也让人惊叹 到底是什么样的牛只需要这样豪华的配备 从大牛到小牛 每一只都有专人照顾 这群小牛我们很可爱呢 它们其实是和牛的原生种只有9个月大 这次几周大 有新城和三天之内的 像这一栏基本上就是一周左右的 那一周左右小牛它们已经吃草了吗 还是喝奶 是为那个出乳 三天之后我们就是为那个犬子入份 一天都爱喂几次 我们一天喂小牛喂四次 小黑牛蒙到爆 哥哥身价不菲 他们的爸爸妈妈是2012年首批搭飞机 从纽西兰移民到黑龙江七七哈尔的春种和牛 牛搭飞机这可是实物前例 当年七七二封街 专车引导运送这三千头从纽西兰飞来的交客 而大胆引进和牛到黑龙江繁殖培育的幕后推手是台商 一出手就砸下4.2亿人民币 超过20亿台币在七七二打造VIP牛舍 大陆畜牧业从没见过这样大手笔 这是暖气管 24小时恒温此后 即便在冰天雪地的黑龙江冬季 牛舍也能够维持在10到15度 最适合和牛活动的温度 在摄养这和牛的过程当中 采用日本的这种技术 毕竟是个新技术 然后新的管理模式 所以说在人员的筹备上面 是比较吃力的 以前中国大陆并没有和牛 当地畜牧业者也没有饲养和牛的经验 因此要让这批移民而来的交客 在七七二落地生根 让传统牧牛人家 熟悉现代化养殖方式 其实并不容易 连当地经验老道的牧牛人家都说 养这群和牛真是毕生一大挑战 在家也是养牛的 养奶牛 跟最反倒是牛方式的不太一样 这个牛应该说是 净牛好像比较的牛要浇气 咱那百分之百的努力 咱到百分之二百以上的努力 因为它这个牛特别浇气 因为它可能是 从外里过来可能气候 可能有点不太适应 黑龙江七七二即便在四月下旬春天到来的时刻 气温都只有在五度左右 冬天冷到零下二三十度都是常有的事 这一大片大草原刚刚融完雪 草都还没长出来 等到春夏的时候 将会是一大片绿油油的草地 是当地牧牛人家饲养牛群的地方 更是台商培育荷牛的新战场 最高等级的荷牛肉一公斤 在大陆要价至少一千八人民币 和普通牛肉价格相比贵了将近三十倍 普通牛汁的沙朗的话 最多是一公斤六十块钱 七十块钱人民币左右 那么在这个我们荷牛养殖达到A5的话 我们的销售价介于一千八到两千亿公斤 澳洲从开始能出口到中国以后 它的那个价格基本上增长了百分之三十 这就是代表中国的这个需求量非常的大 中国大陆崛起的消费市场 让牛肉需求大幅度飙升 根据大陆媒体的估计 中国大陆走私牛肉的总量 一年就超过三百万吨 市价超过上千亿人民币 与其让走私肉上赚 何不把钱潮留住 黑龙江原本就是大陆畜牧种地 但是要养出能汉美牛 以及和牛相抗衡的肉牛 当地传统养殖户的技术 还无法望其向背 不过却让在纽西兰 从事肉品涂赛和加工的台商 秀到前景 带着技术从纽西兰 回均七七二 目前为止在中国呢 并没有任何的一家企业 就是说能完全的供应上 这个牛肉的这个需求 我只能这样讲 我们的那个和牛养出来 是可以跟日本的和牛比美的 台商引进的和牛养殖技术 被黑龙江寄予厚望 希望能推动当地畜牧野生机 大陆新一波凭经济策略 就是目前正推得如火如荼的 一带一路战略 黑龙江靠近北斯路经济带 被规划纳入一带一路战略省份 也是串联北斯路经济区域的 重要爱口 国际的标准的话 应该是差不多是在 五到七个公斤一年 的consumption 所以说我们至少还有 好几倍的这种成长空间 台商在黑龙江养殖的和牛 经过清真认证 是少数能够打入 伊斯兰市场的牛肉 不只能供应大陆市场 未来还可以沿北斯路带 挥军中亚挥教国家 台商这一步棋 不可谓不深思熟掠 给你食为天嘛 食业它是经久不衰的 北斯路带向来是台商 比较陌生的地区 尤其是中亚 海西亚 占台湾出口比重都低于一趴 而透过台商在黑龙江 养和牛的案例 不难发现 如果能够透过路上思路 串联这些国家的出口 对台湾而言 无疑是一个具有高度 成长性的新南海 TVBN新闻 刘若梅 林婉婷 七七号 采访报道 先前受到净奢的影响 大陆餐饮业大受冲击 不过从2014年开始 已经终止连三年下滑 2015年更有11.7%的成长 展望新春更要加强布局 以王品为例 董事长陈振辉上任之后 策略上180度大转变 辉均中餐市场 大陆王品自创烧额品牌 而台湾王品则引进新加坡的莆田 在两岸各自出手 来看王品生意经 新人新气象 陈振辉的王品时代才开张 就打破过去22年惯例 不再锁定一国料理 另辟处女地进军中餐 菜单也从套餐改单点 还突破了一直以来自创品牌的模式 透过合资代理 把新加坡的中餐品牌莆田 引进台湾 我们在西伊山或日本料理 那一个市场里面 已经趋劲饱和 所以中餐那个市场 如果能突破 我们相信那个 未来的成长动能跟规模会更大 没有12种香料 除了莆田既有菜色 到时还会打出 连新加坡莆田都没卖的风味菜 首先为您唱的是辣椒螃蟹 第一次到新加坡就吃螃蟹 第二道是麦片虾 只是中餐有所谓八大菜系 新鲜日的王品找合作对象 却舍尽求远 不是找中餐起源的大陆 而是新加坡 大陆的中餐里面会有一些政治上面的联想 甚至会有资金方面的联想 再加上大陆中餐 口味多偏重偏油腻 莆田的米菜煮清淡 比较能贴近台湾消费者舌尖 台菜在台湾应该是说 它是一个竞争非常像红海的 新加坡在台湾应该是说 比较没有那么多的竞争者 说到莆田 在新加坡的名气不小 大明星林青霞 就爱他们家的黄花鱼 其实王品过去 不是没想过切入中餐 2008年推出了平价麻辣干锅 打焦道 短短两个月任赔杀猪 除了决策错误外 还有个根本原因是 比起一国料理 中餐涉及火候 师傅的厨艺高下 分店间的口味很难 标准化 但成军15年的莆田 不但在新加坡站稳脚步 还能跨海到马来西亚印尼展店 靠这项秘技 吸引王品来取经 像是这一盘炸芋头 店面餐厅负责的只有炸 前面80%的工 都在中央厨房完成 几十个碱的控制 可以在统一 在一个点进行控制 它是1.8成1.8 3.6 不夸张不止芋头 每件食材都有标准规格 还会负减把关 大概这个长度 大概就会在七零米之间 然后宽度在1.5到2厘厘米之间 除了食材之外 在味道的控制则是靠酱料 像是酱料都有经过称重 这样的一包是一公斤 到了门店之后 一勺250克 就能够确保中餐的口味一致性 餐厅厨房工作台贴得密密麻麻的 是每道菜料理的SOP 烧鸡是一只还是半只 该用多少克数的调料 就连烹饪时间都写得清清楚楚 所有餐具包括了容器 勺子只有一套规格 郭台铭的那个iPhone一件 是吗 它是复杂的东西 但是为什么每个员工都可以组装呢 其实我是把中餐 复杂的一个工艺 我把它切 陈振辉笑称 这让不会做中餐的网品 不靠大厨也敢抢大饼 中餐一个厨师 要没有训练个五年 八年是训练不出来 我们的厨艺人才去训练 大概只要几个月时间 他就有办法做出厨的菜 我是应该能想你再出去 为了学习莆田的know how 包括了王清在内 酒味具有中餐背景的厨师 被送来新加坡授续 这边我们就没有强调 什么中火不中火 这个开火一开就是大火 然后就是关就这样了 开跟关 以林清霞爱吃的 百秒黄花鱼为例 是少数不经过央厨 全在店面厨房完成的料理 会用到炉火的也只有一个步骤 用滚水略为交零 就转到店炉上 接着盖上锅子 静待黄花鱼熟成 可以啦 精算发现 黄花鱼煮个100秒 是最佳能度 最慢在明年的第一季之前 一定会开出来 甚至我们希望能够赶在 今年年底看能不能开出来 当然最希望能够落脚在台北 大陆王品比台湾王品 更早一步 挥军中餐市场 9月5号自创品牌 儿夫人正式在上海开幕 主力产品就是烧额 开辟中餐版图成为了两岸王品的共同策略 但各有各的模式 莆田只在台湾展店 大陆王品推的儿夫人 是看准上海主公烧辣的餐厅手 可以做出市场区隔 幕后的执行推手就是陈振辉的妻子 也是大陆王品副总英美会 两位五点开始 对五点开始就好 第一期请您用餐 有一才刚刚开幕一个月 假日最高只能供应 六鼠只烧额 掀起了排队风潮 大概四点多一点点吧 这么早就过来了 对啊 我上次朋友晚上可能五点多到这边的嘛 然后他六点半左右才进来的 然后就说好像没有烧额了 你好欢迎光临 为了扭转烧辣餐厅属低档次的既定印象 而夫人锁定八五后课程 大约三十岁左右 是最具消费力的社会中间分子 餐厅装潢风格到点心造型都走时尚feel 他的皮比较脆 然后口感比较厚实 比较入味 然后回味比较好 按程正会的说法 很少中餐品牌能够全中国大陆畅行无主 一个是价格 在上海卖一百块人民币不贵 但换到内陆就不见得 再来就是口味障碍 在华北适合的未必华南人吃得惯 只有粤菜跟川菜吃的人多 比较有机会发展连锁 我的策略我都不做全国品牌 但是我做什么 做半全国品牌 或是三分之一全国品牌 大陆网品自创品牌俄夫人 尽管早一步开店 但筹备时间长达一年 台湾网品选合资代理 从洽谈到签约只花了三四个月 这两个策略是双轨并行的 你如果全部都走货资代理 你的创新能力那一块会减弱 但是你如果全部都走创新那一块的话 自创品牌那一块 那你的速度会越来越慢 买衣服容易 难的是改衣服 比起开新店 网品新劳董更关注老店的业绩 要是经营的越久 营收却往下掉 就意味着品牌已经老化 中高价应该是小调 中低价可能要调的弧度要比较大 我们现在好像都在低迷状态 你要真正到营利 他们怎么好出来 我相信可能要到后年 陈振辉分析 除了慢咖啡外 其他品牌都还能救 简化服务流程调整菜色 改变会一步步来 此时的网品不能回头 复制过去的老路 或许才有机会在逆风下 冲破营运的困境 TVB新闻罗世鹏 于姓汉 廖雅玉 张静玲 在上海新加坡的采访报道 即使大陆经济趋缓 但消费总额还是很可观 预估十年后上看6.4兆美元 很多人想要赚人民币这块大饼 但是真的要注意因地之谊了 像是有很多陆克来台 必到夜市朝圣 在沈阳就有人 把台湾的夜市经济 直接拷贝过去 在沈阳打造了 全亚洲最大的超级夜市 花样繁多 在夜市里面甚至还有山寨 金正恩 烤肉给你吃 什么东西 十块 台湾的衣食文化 现在碰到对手 低点在辽宁沈阳 其实这边蛮有趣的 一整条夜市 大江南北 全中国大陆小吃都找得到 这是什么 骂蚀 这蚕蚁 蚕宝宝那个 来一个这个长 不敢 油炸蝎子 硬着头皮来一口 游客们左右开工 都是来尝鲜的 这个号称全亚洲最大夜市 您知道有多大吗 这条夜市真的非常长 从头走到尾 总共有1.8公里 不要逛 光着走 就要走一个小时 跟着人潮走 突然间听到游客惊呼 金正恩啊 金正恩啊 在万头三洞中 我们看到金正恩在摆摊烤肉 有没有看错啊 真的是他吗 长得挺小啊 头发发型也很小啊 赶紧拿出新闻画面比一比 简直就像北韩领导人 金正恩 失散多年的双胞胎兄弟 你几个 我把你都自己结了 我正好呢 当地人称 金三胖 要长得实在 太像金正恩而爆红 成了沈阳 这个超级大夜市的大明星 此外还有个亮点 是这个 最多一次可以烤几串 最多的烤八只 一百的串 这恐怕也堪称 是全亚洲最大的 自动烤肉鸡了 生意好的时候 你一天可以卖几串 生意好的一天会 一两万 以大为号召的 沈阳新顺夜市 和台湾夜市 小而美的文化不同 不过刚开始营运的时候 还特别到台湾取经 去台湾看了哪些夜市 台湾基本上夜市 都能走遍了吧 像高雄 六合 四林夜市 台湾疯狂小土豆 关辉还引进不少 台湾摊商打头阵 不过短短半年 台湾小吃还有 但台湾摊商已经跑光光 台湾来的 我不是台湾来的 台湾的人气小吃 春冷饼在这里有点落寞 其实沈阳夜市里 打着台湾美食的小摊子 显然不是最赚钱的 这透露着什么讯息呢 这些小吃可能对大家 带来的体验 并没有真正去进到 台湾有名的夜市 来的体验深刻 关注一下 这样你就成为我们店的粉丝了 利用大陆常用的微信做行销 本地的市场专家 正协助新一代台商接地气 抢攻辽宁烘焙市场 这边都算是德日式 德日式就是偏较柔 为了接地气 重口味的面包种类比台湾多 全电材开放式 现场有加湿器 保持现做面包的口感 而且不用塑胶袋包装 以此凸显和传统面包店的不同 业者调查显示 大陆面包消费人口 每年成长一成 比今年第三季 大陆经济成长率还高 这点出大陆推升经济增长的动能 正在转变从制造业转向民生消费 把大东西先摆出来 今年上半年 大陆人均消费支出的增长 也比GDP高达到7.7% 就是另一个佐证 这样结构改变 也让新台商创业选项出现变化 像这个面包其实并不便宜 随便一个大约都要台币100块钱起跳 跟当地一般面包的价格相比 贵了一倍以上 早年台商以制造业为主 现在名声消费成了当红炸子鸡 尤其是吃的行业 但不是打着台湾的招牌 就所向披靡 如何处理山寨问题都是挑战 产品山寨跟店的山寨都很多 那不是很让人抓狂吗 我可以放技术给你 我也不怕你们学 学完不怕你们去模仿我 因为我有我的特色 在沈阳创业开烘焙坊的罗老板 为了接地气 请了当地顾问了解状况 同时央起台商打价格战的老路 主打市场差异 技术领先 参加这个应该算也不便宜了吧 正常这么大也就 尤其快啊 七八块这样 打出口碑 即便贵 消费者照样买单 三家门市一年内已经两家回本 各地消费市场常出现令人称奇 同样也价格惊奇的商品 向这家店老板手上了鸡 这是哪一个国家的品种 德国 德国一只多少钱 一只五百 五百块是不便宜 其实这里是沈阳非常出名的 清代一条街 从街头到街尾的店铺 就有一百多家 平均每天的观光人士 多达三十万人次 华尔街研究报告指出 大陆每个人的年平均消费总额 到2025年会增加到四千四百美元 消费不再只是必须 更多是享受 你做的时候尽量把这个材料 放在背的底部 这样才可以炸热的到 新台商前进厮杀激励的大陆消费市场 无论是卖吃的还是卖服务的 不再标榜奢华昂贵 好可爱哦 如果过来这边受到这边本地业者竞争的影响 去投入到他们这种类似军备竞赛这种方式 不断的投入硬件去比豪华 去比资本 其实这一块是我们相对是比较弱势的 像这家月子中心 为了让大陆妈妈体验什么是台湾的贴心服务 是这样训练大陆员工的 手部坐姿拖屁股拖着对 如果宝宝姿势对了 他就会看宝宝寒乳的状况 用微电影 SOP一步步教学 越来越多新台商意识到 必须抛开制造业价格战的旧思维 以创新和品牌特色 在沙红眼的大陆市场争取一席之地 TVBS新闻张照华 林婉婷辽宁采访报道 谢谢您加入中国经营室新春特辑 祝您猴年行大运 我们下次见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